心理动力学派是心理学的一个流派 强调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是 受到潜意识和童年经验的影响 心理动力学派将潜意识视为心理过程的关键因素 认为人的想法情感和行为受到潜意识中 都无意是心理力量的支配 该派别的理论和研究主要由 弗洛伊德和其追随者所建立 心理动力学派重视童年经 厌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童年经验对个体的性格 价值观和情感有着深远的影响 心理动力学派将童年时期的经验 视为无意是心理力量的重要来源 认为这些经验可以影响 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行为模式 心理动力学派的理论和研究对精神分析 心理治疗和心理学等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提供了对心理疾病 人格发展和人类行为的 理解和治疗方案的重要启示 一期视频